张纳拉新剧已开播 竟被变态偷袭扔到江里 幸好抢救及时 可看着围在床边的老公和继父 他眼角划过泪滴 暗自发誓 就在三天前 徐志源还是人人羡慕的女强人 有着一位小自己五岁的老公 心甘情愿地照顾家庭 可没想到 晚上独自加班的时候 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 起初还以为是在做梦 可看着公司里满地狼藉 他顿时意识到不对 突然手机响起 看着陌生人发的威胁短信 他害怕得立马报警 可身旁的杂物间突然传来声音 他明白 歹徒还没走 害怕得撒腿夺命狂奔 就连手机掉了都没注意到 他冲进办公室 立马反锁大门 随后想启动电脑里的智能管家报警 可谁知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时看着歹徒盯着自己 恐惧的情绪再也无法抑制 双腿软的只能蹲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 可歹徒已经拿出了电钻 在那边破坏门锁 可钻了两年半都无法破开 他生气地抄起锤子砸碎玻璃门 徐志远害怕极了 可只能无奈地看着 幸好门卫发现异动赶来查看 歹徒吓得落荒而逃 他这才捡回一条小命 警察赶来询问情况 徐志远也说出 自己七年来一直被骚扰 这次是第一次被袭击 第二天 保险公司的员工突然上门 说了一个可怕的事情 他的母亲原本身体健康 却因为三次误喝农药死亡 而同行的人都是他的继父 他们怀疑 继父为了武艺杀了他母亲 徐志远却不肯相信这些 还警告他 没证据不能乱报道 晚上他睡不着 将怀疑告诉给老公 徐志远这才打消了疑虑 可一日回到公司 突然想起 自己昨天有一个独立的监控产品在运行 他立马开始寻找 却在地上的角落找到一张停车票 怀疑这是歹徒遗落的 他连忙来到停车场 从管理员这里拿到钥匙 在一个脊脚嘎拉找到了对应的汽车 也在后备箱 发现了之前歹徒穿的衣服 怀疑这是自己熟人所为 他赶紧将车子复原 并给了管理员小费 让他守口如瓶 随后就偷偷躲在角落 可看到车主的时候 他被吓了一跳 那人竟然是自己最信赖的工程师 尹组长 看着他的车子远去 他还是不敢相信 故意打电话询问他在做什么 他连忙想找老公撑腰 可保姆说 先生去健身了 于是他赶紧来到健身房 询问自己老公的下落 没想到他竟然停卡三个月 他冲到家里 看到老公的手机落在桌上 立马翻开查看 没有一丝可疑后 他才松了一口气 心里暗自抱怨 想太多了 可手机突然来了短信 但发完后竟然自动删除了 他才想起 老公手上的智能手表 立马让员工定位 等他开车来到地点后 惊讶地发现 这就是刚才的健身房 但定位有30米的误差 他只能在车里蹲手 突然闺蜜打来电话 恭喜他的公司新品发布 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 竟惊讶地发现 闺蜜和老公亲密的样子 他不敢置信 就连举办记者发布会的时候 他都无法集中精神 看到差点杀了自己的成组长 他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恐惧 落荒而逃 尹组长毫不知情地 热情地上前关心 随后他落荒而逃 伴随着雨水 之前甜蜜的回忆 都感觉是那么的讽刺 自己身边最信赖的人 都是假的 他哭得撕心裂肺 可就在过马路的时候 竟又收到了恐吓短信 看着远处的车子启动 他顿时想起 这车之前故意别停过自己 看着车子绕来绕去 他害怕地冲了出去 却差点被车子碾压 站起身子后 他赶紧冲到警车旁边想报案 可看到警员在看自己的视频 他却自尊心作祟 说没事 惊慌失措下 走进了偏僻的角落 歹徒也大摇大摆地出现 徐志源吓得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歹徒 将自己推进了水里 幸好救援及时赶到 徐志源才安然无恙 送到医院的时候 尹组长已经在旁边 老公和继父姗姗来迟 听着两人的哭闹声 他终于睁开了眼睛 死里逃生了志源 看着身边出轨的老公 他害怕地想喝水压压惊 可看着老公送来的水杯 他背叛自己的记忆 像走马灯浮现 为了不引起怀疑 面对老公询问自己 为何出事 他撒谎说没事 可随后又偷偷派人调查 当初事故发生了经过 可由于地数偏僻 没有监控 只有一个50多岁的钓鱼 老在附近 可也直隐约地看到 有人掉水线索又就此中断 徐志源作为女强人 不顾身体不适 直接要出院 与此同时 闺蜜正和男人在约会 看着远处亲近的家人 闺蜜羡慕地说 如果七年前 自己能够早点认识她 那么他们的孩子 估计也这么大了 男人没有作答 闺蜜抱怨她不解风情 就不能说几句甜言蜜语吗 突然手机响起 男人立马起身来到偏僻处 将两人亲密的照片 删除干净 回到公司 她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可看到尹太武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她害怕地想起 昨晚她偷袭自己的一幕 突然身后一双手搭了上来 徐志源吓得闪躲开来 闺蜜还以为她受伤很疼 还猫哭耗子地问她 是不是非常煎熬 她忍着怒气看着闺蜜离开 秘书这时候拿着保温杯赶来 说这是她父亲送过来的 徐志源顿时想起 自己母亲三次误喝农药 父亲可能谋财害命的猜测 她立马冲到洗手间 将高汤倒进马桶 更是连杯子都扔到垃圾桶里 紧接着 她立马联系 之前说父亲可能是凶手的郑太珠 她许以高价 让她利用警局的关系 调查身边有嫌疑的几人 但她不知道 这一幕都被人拍下 回到家后 没想到保姆说女儿发烧了 先生还不知道去哪里了 她立马冲上来看女儿 女儿看到妈妈这么早回来 顿时恢复了精神 徐志源开心地答应 可女儿睡着后 她就悄悄地走出房间 立马打电话给秘书 让她确认闺蜜还在不在 她才松了一口气 老公这时候也姗姗来迟 上来就说自己最近去健身房 练得肌肉酸痛 徐志源再也无法压抑发火 徐志源突然想起 他有个双胞胎哥哥 不想乱下判断就转身离开 可脑海里还是情不自禁地胡思乱想 没想到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竟让她看到了可怕的线索 她发现袭击自己的歹徒开的车子 不是尹太武的私家车 而是设计组公用的车子 自己七年前就被人跟踪 而尹太武四年前才回国 徐志源这才打消了怀疑的念头 尹太武得知自己被怀疑 急得口吐芬芳 更是拿出和女朋友的照片 以正清白 徐志源为此表示歉意 破天荒地推掉工作 陪着尹太武胡闹 这难得的惬意时光 也让她不禁怀疑 是不是自己想太多了 第二天 女儿打扮得十分精致 上班的途中 看到父亲来电 他故意挂断电话 可没想到父亲站在前面淋雨 徐志源情不自禁地上前 询问他为何不打伞 看着父亲慈祥的样子 顿时回想起 小时候自己的精神出问题 只有父亲耐心陪伴自己的画面 心中的疑虑也就此打散 就当他准备放下一切 好好生活的时候 私家侦探却传来了坏消息 尹太武七年前曾经回国过 他刚要去开会 可保姆却打来电话 说自己家里有事要请假 但许教授的电话没人接听 让他三点去接女儿 许志源立马打电话给老公 可老公那边却都无人接听 而这边保姆前脚刚走 男人揪立马换装 他轻轻车熟路地输入密码 随后将一份文件放到抽屉里 离开的时候 邻居热情地打招呼 可男人却没有丝毫回应 这边 徐志源来到幼儿园接女儿 可没想到老师说他请假了 他着急地冲到家里 发现家里也是空荡荡的 立马到周边的公园寻找 邻居说 他中午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怀疑他说的是闺蜜 许志源连忙打电话给秘书 确认闺蜜不在岗位上 他怒气冲冲地来到闺蜜住处 疯狂地拍打着大门 想让他将女儿交出来 可是过去两个半小时 大门都紧闭 他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 没想到老公和女儿已经在家里 老公还抱怨他 不接自己电话 徐志源再也无法忍耐 怒施他不要再用这副无辜的表情骗自己 随后 怒气冲冲地跑去喝闷酒 第二天醒来 他在整理文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信封 没想到翻开一看 竟然是房屋登记 想到闺蜜竟然瞒着自己 偷偷租了一个公寓 怀疑的种子让他再也无法忍受 立马开车来到地方 刚好看到闺蜜买菜回来 看着他走入大楼 徐志源生气地下车想去质问 可让他崩溃的是 老公静又偷偷带着女儿翘课 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样子 他生气地猛踩油门 却差点酿成了悲剧 回神后 看着亲密的全家福 他愤怒地咆哮着 回家后 他偷偷将监控安装在客厅 他要抓住丈夫和闺蜜出轨的证据 更是将女儿安排在家里读书 不让老公有外出的借口 智源开车来到公司 看到闺蜜端着话剧 她也没了往日的热情 冷漠地转身离开 闺蜜心虚地默默跟在后面 可却因为忘带公牌被拦下 智源尽管十分愤怒 可还是用眼神示意保安开门 闺蜜却感觉到了被羞辱 想到昨天智源的跟随者尹泰武 竟然也来警告自己 结束那段感情 听到他看到自己和许顺勇去了酒店 闺蜜却趾高气扬 如今看到智源的反应 他也撕破脸怒怼 智源没想到 自己一直好心地帮助闺蜜 竟然会被他这么贬低自己 就在他暗自神伤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私家侦探的电话 他调查道 七年前 他母亲并不是三次误喝农药 而是四次 当初之所以没有被怀疑 是因为他继父和老公都说是误实 警方才没有立案 他不敢相信 一夜之间最亲近的人都背叛自己 连忙独自开车回到老家 顿时回想起 当初自己在便利店的一幕 小女孩打碎玻璃罐 老板娘却无端指责 只有继父帮忙说话 如今看着继父在眼前 尽管他心里十分不愿相信 继父是害死母亲的凶手 可还是忍不住地询问 你知你 Vine吗 你知不知道 你家费得了吗 你读断吧 你那一万六千我的天 你有一万一千元 我都能断断这兵 不得干凑 uit的一万一筒 你能责达成 多数目的 就会责到 老板娘 m产食大了 听完后 志源才明白 是自己误会了父亲 心里不禁松了一口气 志源询问 是谁提醒他去领保险金 听到是老公第一时间建议的 他既沉重又开心地离开 但他没留意到 继父回屋后 端着妈妈的照片 经故意扔在了地上 而他的思绪也回到了七年前 另一边 志源看着远处货车在倒退 他拼命地猛踩刹车 却惊恐地发现 刹车失灵了 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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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他绝望的时候 尹泰武猛踩油门横停在前面 两人这才安然无恙 警察查看后 发现车子的刹车片被人动了手脚 可志源之前去父亲那边还好好的 志源却怀疑是他动的手脚 而他不知道 尹泰武并不是袭击他的变态 白天的时候 他请技术科的同事 帮忙恢复了监控器的数据 看到了之前袭击志源的凶手 竟然是志源小白 他连忙跑去找小白的女友 也就是志源的秘书 得知小白竟然也跑去他父亲的老家 他连忙拨打电话 可志源却将手机落在车里 于是他只能开车赶来 幸好及时阻止了悲剧 可志源却毫不领情 身边人接连的背叛 让他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毕竟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靠药物才强撑下去 另一边 尹泰武来到小白楼下 竟看到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聊天后得知有人跳楼 他还没当回事 可看到熟悉的着装 他连忙打电话给小白 看到手机在兜里亮起 他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 为了探究心中的疑惑 他跟着救护车来到医院 护士将随身衣物送了出来 尹泰武刚拿出手机 没想到电话就响起 他连忙打开手机 查看许顺勇的资料 另一边 志源不愧是女强人 尽管遭受如此打击 还是尽心尽力的工作 他到处要玩准备吞服 可之前自己看到的一幕幕 像走马灯一样跳动 最终思虑一番后 他将药瓶丢进了垃圾桶里 可没了药物的压制 他整个人都躁动不安 脑海里都在想起那条短信 第二天新闻发布会 更是魂不守舍 幸好尹泰武及时发现 才没有让他出球 志源却不领情地攻击 可志源说着说着 脑袋突然卡壳了 志源惊恐万分地和私家医生说 泰武好像知道自己有造狂症 可医生也有点惊讶 但也只能先让他药不能停 服下医生给的药品后 他整个人都恢复了活力 第二天他警告丈夫 不要带女儿离开房间后 就准备出门 邻居看到连忙赶来说出了疑惑 那天看到许顺永不认识自己 还有一辆白色的小车 这让他整天魂不守舍 没事的时候就查看监控 看到老公和女儿都在 他才安心 可老公的声音突然响起 志源害怕家里的女儿会被伤害 他连忙夺命狂奔 一路上都提心吊胆 汽车刚停稳 他就光着脚冲进房子 听到保姆说女儿在楼上 他不管不顾地冲去查看 直到确认无恙后 才虚脱地跌坐在地 随后他立马来到客厅 却发现监控还是在那 这个让他感觉诧异 立马询问保姆 有没有看到别人 保姆却说自己刚来20分钟 回来就已经看到 雅琳好像玩累了在睡觉 老公许顺永看保姆走后 开始抱怨志源 有什么瞒着自己 志源听后生气的咆哮 他为何独自抛下女儿离开 没想到许顺永却说 是他发短信 让自己去公司的 志源顿时头都大了 自己可从来没操作过 他连忙逼问老公 他双胞胎哥哥 许志永的下落 许顺永却恼羞成怒 说他们在13岁时候 就因为父母离婚 没有联系了 志源开车回去的路上 却越想越不对劲 自己的大门密码 是怎么被破解的 于是连忙联系 私家侦探 让他查询 许志永的所有信息 很快 侦探就发送来 许志永的最后住址 志源也顾不得公司的事情 飙车来到目的地 可进去打量后 发现里面灰尘漫天 一看就是很久没人住了 而箱子里六年前的缴费单 也证实了这些 突然屋外有人说 这里没人住 志源连忙拿出手机 询问他知道情况不 邻居十分热心 将许志永重病住院的事情 都透露出来 还说出了他经常去的医院 志源刚要继续深入调查 没想到女儿哭着说不舒服 志源也只能暂时放弃调查 冲回家里后 没想到许顺永一直都在 他也顾不得其他 直到看到女儿安然无恙 才安心 另一边 金秘书将男友小白跳楼的事情告诉他 志源立马约尹泰伍出来 询问他到底知道什么 尹泰伍却死心眼 要自己确认清楚后才告诉他 志源步步紧逼 尹泰伍没有办法 只能说出 小白其实就是袭击他的凶手 而小白那天从公司出来 第一个联系的人就是许志勇 志源失魂落魄地冲到咖啡厅 本想点杯咖啡冷静冷静 可脑海里全都是尹泰伍的话 还有老公哥哥派人袭击自己的可怕一幕 瑟瑟发抖的时候 幸好被服务员的声音打断 可志源刚要端着咖啡回去品尝 大脑却突然剧痛欲裂 他痛苦拼命地拍打太阳穴 可却没有一丝缓解 志源突然蹲下身子 捡起了玻璃碎片 用力紧紧地握住 就连捏碎玻璃都毫无知觉 志源的思绪此时回到高中时期 那时候他患造狂症去精神科 没想到被同桌看到 事后更是被到处宣扬 可就在志源绝望之际 幸好遇到了闺蜜云珍 他好心地借给志源外套 挡住鲜血淋漓的手腕 这温暖的举动救赎了他 而云珍还挽起裤脚露出伤痕 毫不避讳地说出 那是他被父亲家暴的印记 类似的遭遇 让俩人就此成了要好的闺蜜 可他没想到 闺蜜会背叛自己 第二天 志源冲去故意试探闺蜜 他最近交往的人是谁 云珍有点大吃一惊 但还是面无表情地说 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志源听后也只能忍着一律离开 可他不知道 云珍觊觎的竟然是他的女儿 志源在窗前站了许久 秘书拿出之前车祸的检测报告 车子竟然没被人动手脚 只是刹车片有缺陷 可志源发觉 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 动手脚的很大概率是老公 晚上都不敢和许顺勇待在一起 许顺勇也十分识趣 主动搬到书房睡觉 可志源不知道 许顺勇竟然偷偷地翻看 八年前志源公司上市的视频 还将参加的人员都列举出来 仿佛在策划什么 而志源为了牵制住许顺勇 故意答应导演参加亲子节目 尽管内心十分厌恶 可还是忍着恶心拥抱他 应付完之后 他还特意留下秘书监视许顺勇 不想让女儿受到伤害 自己又连忙拜托私家侦探 调查老公双胞胎哥哥 许志勇的消息 回到办公室后 他就不断地翻看之前家里的监控 很快 侦探就找到了许志勇的地址 志源连忙冲到停车场 却忘记了携带钥匙 志源冲到医院后 听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整个人都魂不守舍 回去的时候 还让尹泰武不要告诉秘书 志源疲惫地悬缩在床上 可是怎么都无法入睡 想到自己只有女儿 她第一次在工作时间出现在幼儿园 女儿也十分开心 为了不让女儿受到伤害 她故意送她去外公家 而她开始了自己的复仇 她抱着盆栽来到闺蜜家 尹珍被惊得呆愣住 志源不管不顾地冲进房间 看着可爱的儿童椅 志源心疼地无法呼吸 尹珍也感觉自己的野心暴露 她只能忐忑地询问 怎么知道这个地址 兹珍想要打电话确认 志源直接捅她的痛楚 指责俩人已经脑掰 如果让她父亲知道 肯定会很失望吧 兹珍顿时没了反驳的勇气 聚会上 志源还故意邀请顺永参加 许顺永看到允珍后 也是呆愣住 而允珍也是如此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 志源含泪在那边陪笑 原来之前 她在查看监控的时候 发现女儿衣服 有两朵蝴蝶扣 可自己明明记得 女儿前几天 蝴蝶扣丢了一个 她将许志勇的病例 交给私家医生 听到许顺永 去年还参加哥哥的葬礼 于是志源 才策划了这起复仇 师母夸赞顺永这么优秀 允珍如果能找到 像他这样的多好 气氛顿时变得凝重 看到父母探究的眼神 还有许顺永的冷漠 允珍也只能硬着头皮 说有时间会介绍给他们 聚会结束后 允珍生气的摔碎志源送的花瓶 而志源和顺永回到家里后 顺永的电话就响个不停 志源询问是谁 顺永支支吾吾的说是好友 还说他喝醉了 自己要出去下 可这么大晚上的 志源怎么能让他这么如意 可没想到顺永竟理直气壮 志问他为何要分手 志源彻底歇斯底里 自己为了这个家庭这么兢兢业业 他为何背叛自己 顺永却骂他都是为了自己 看到顺永起身离开 志源步步紧逼 志问他到底有什么瞒着自己 志源生气的摔碎杯子 嘴里呢喃着 他为什么这么对自己 被身边最亲之人背叛 志源的造狂症也越发严重 深夜看着柜子里的农药 不禁回想起五岁的时候 妈妈在那里哀求 志源想了一天都无法入睡 他还是想要维持这段关系 斯嘉医生劝他还是放手 毕竟顺永已经瞒了他这么多年 可志源想到 对于女儿来说 顺永是他独一无二的父亲 就想拼命维持 毕竟他曾经淋过雨 就想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然而顺永却早就想分开 离婚协议的条款都拟定完毕 同事都劝他别分开 毕竟他的事业成功 也沾了志源很多的光 但顺永却感觉自尊受到侮辱 他不想是志源老公的身份而出名 不想活在聚光灯下 他拜托同事帮忙 自己不要财产 只要雅琳的抚养权 而志源也和他一样的想法 他拜托金牌律师 争取雅琳的抚养权 可听到律师说 志源立马冲到顺永的办公室 寻找他背叛的证据 只要能证明是他的过错 那么他就多一份胜算 很巧的是 志源刚打开顺永的电脑 就看到一个邮件弹出来 而里面赫然就是他要找的证据 一是晚上等顺永回来 他就主动提出同意离婚 顺永受宠若惊 看到志源也喝下红酒 顺永这才放心地喝下 可没想到还是中了毒 他痛苦地哀嚎 祈求志源能够救救自己 志源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去 等到一觉醒来 他连忙冲到厨房 从柜子底下拿出毒药 全部都冲到了下水道 原来刚才只是他的梦境 可志源没想到 自己的忍让 竟让允珍迫不及待地开始接盘 志源的继父来到家里 看到满屋的狼藉 明白他和女婿肯定出了问题 他想让女儿说出来会好过些 可志源却不想让继父担心 只说没事 看着他故作坚强的样子 继父借口出去买东西 因为他再也忍不住 怪罪都是自己的错 原来就在十多年前 志源因为身患造狂症 被同学排挤 还差点亮下大错 幸好被他及时发现 可当时一时间心软 没有去医院治疗 而是按照志源的意愿 将这个事情当成了秘密 收拾好心情后 继父连忙装作若无其事 带着孙女去上学 而他不知道 自己前脚刚走 顺勇就迫不及待地询问 他还没有准备好吗 志源不知道 自己去工作的时候 闺蜜允珍偷偷地来到幼儿园 志源来到展馆查看情况 突然远处传来众物落地的声音 而尘封了七年的记忆涌入 那时候也是因为要开展会 他紧张地跑到休息室 想要吃药压制精神病 却差点被老师发现 幸好在做服务生的泰伍帮忙掩饰 并收拾了地上的药物 而泰伍也在美国被同学霸凌 得了精神病 刚好认得这款药 他贴心地跑去安慰志源 如今他才明白 泰伍为何会知道自己的病 也明白自己误会泰伍是个变态跟踪狂 突然他接到幼儿园老师的电话 这缘不敢相信 自己的闺蜜竟然早就开始理代淘江 偷偷地依母亲的身份 接触女儿的老师 她暗自发誓 不会让两人称心如意 随后两人秘密见面 志源将从电脑里拷贝的视频 给南泰珠 让他拿去操作 另一边 泰伍去警局询问之前袭击志源的小白 有没有监控视频啥的 警长却说没有 毕竟监控总是会在关键的时刻坏掉 随后连忙借故离开 冲到洗手间 确认隔间里都没人后 立马打电话给神秘人 而还不知情的允珍十分得意 他和顺勇庆祝 自己不仅要有个女儿 事业还将迎来新的高潮 可此时已经黑化的志源 早就已经准备了后手 在闺蜜最重视的作品发布会上 他上来先是故意夸赞 赢得底下的富豪起哄 随后就直接拿钱说 这是自己给他作品的报酬 作为艺术家 允珍却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志源当面直接硬钢 破坏了画作后 志源当着所有人面 打电话给顺勇 原本志源就想冷静地离婚 不打扰女儿的正常生活 可没想到 闺蜜允珍不知足 趁着她去上班的时候 故意穿得和她一样去看女儿 好似已经吃定了志源 想要将她的一切都夺走 允珍故意告诉雅琳 他们父母要离婚的事情 雅琳伤心地嚎啕大哭 吵着要爸爸妈妈 志源得知消息连忙冲回家 可雅琳还是哭个不停 直到继父喊来顺勇 在她的安抚下 雅琳才沉沉地睡去 继父尽管不知道 他们为何离婚 还是劝她原谅一次顺勇 志源想脱口而出 顺勇背叛自己 可话到嘴边 还是咽了下去 看到顺勇又出现在家里 志源连忙倒出一粒药品 募用量会论乱 但益心肯定 Cambridge 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 肯定是否和这些人 肯定是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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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圆半夜口渴醒来 拿着杯子走到厨房 竟迷迷糊糊地看到 顺勇和谁不知道在说什么 而等他再次恢复意识 已经是大清早 昨天的睡衣也整齐地叠好 随后他跑去找律师 咨询离婚争取抚养权的事情 律师却突然接到电话 志源听到离婚 竟然可以调查配偶的医疗记录 他顿时慌了 想到自己保险柜里的精神病药 还有昨晚睡衣的异样 他害怕地冲回房间 打开保险柜后 慌张地要将药瓶都转移走 没想到顺勇突然出现 询问他到底在找什么 这让志源顿时想起 两人还在热恋的时候 当初他问 如果自己有抑郁症 他会怎么办 想到老公曾经的温柔 他歇斯底里地询问 为何他会背叛自己 自己到底犯了多大的错 志源彻底疯狂 他立刻联系私家侦探 让他尽快拿到 顺勇的通话记录和转账记录 随后 他直接和允珍摊牌 可允珍也不是吃素的 他安慰志源背负的东西太多 而他可以无牵无挂 只要有顺勇就可以 志源无力反驳 晚上去参加财团举办的庆祝会 私家侦探就将调查资料交给他 可志源此时无心理会 因为他要在讲台上 当面揭穿顺勇和允珍之间的事情 可就在他要说出来的时候 手机就不断传来威胁短信 他慌张地四处打量 想要确认谁是凶手 但看到自己服用的精神病药物 他害怕地闭上了嘴 散会后 盛勇拿着允珍车里的手机 质问他为何一直偷偷联系白盛奎 运一边 志源因为离婚的事情 被记者围堵 幸好在泰伍的帮助下 他才脱困回到家里 志源刚回来就去看女儿 给他捂了下被子后 才仔细查看威胁短信 短信的最下方有个链接 点开后他发现 是一家生物公司 此时他还不明所以 而第二天 在查看顺勇通话记录的时候 竟看到他在几个月前 曾经拨打了这个生物公司的电话 他忐忑地回拨过去 志源顿时慌了 得知检测结果 以信件的形式寄送过来 他连忙冲到顺勇的房间 开始翻找 将房间弄得一团糟 可还是一无所获 最后他只能冲到女儿的杂物间 终于在柜子里看到了信件 可看到检测结果后 志源才知道 自己竟然才是出错的一方 原来七年前 志源过量地服用抗抑郁药 可领导硬拉着他给客户敬酒 他连忙抱歉说不能喝酒 大客户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 还直接将酒杯摔在面前 志源也只能硬着头皮喝了一杯 可没想到 领导竟又端来酒杯 让他去和客户敬酒 志源无奈只能一杯接着一杯 不知道喝了多久 酒精让药剂的副作用加大 志源的意识变得模糊 他强称着最后一丝理智想要回家 老公这时候打来电话 志源强称着精神接听 听到老公问他在哪里后 志源的意识彻底没有了 直到第二天 他才被秘书给吵醒 志源打量了下四周后 询问昨晚是谁送自己来酒店的 秘书说自己看到他 最后和顺永再通电话 志源以为送自己的是老公 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 顺永这时候刚好打来电话 志源连忙抱怨他 为何早上不叫醒自己 顺永不宜有他 连忙道歉说 自己应该帮他订个闹钟的 志源刚要细聊昨晚的事情 顺永身边就有人喊他快去上课 两人就此错过了真相 志源准备洗漱 看着凌乱的浴袍 他还疑惑 一向爱干净的老公 为何变得这么潦草 他羞愧地坐在顺永面前忏悔 顺永此时已经彻底心碎 因为女儿的事情 她的信念和世界观都崩塌 现在恨不得杀了志源 志源听到顺永 还想要孩子的抚养权 愧疚地表示 唯独这个不行 顺永亮呛地走到书房 痛苦地捂住心脏 脑海里却情不自禁回想起 女儿从出生的小不点 到被自己渐渐养成亭亭玉立的样子 他伤心地抱头痛哭 志源拿着急救箱 想给顺永处理伤口 却听到顺永伤心欲绝的哭声 他愧疚地不敢推门进去 晚上更是作恶梦 梦到自己因为精神病 和自己的母亲一样 抱着女儿到海里立坟 志源从梦中惊醒 连忙冲去确认女儿的安危 看到他和顺永 其乐融融的样子 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 不久后 顺永坐在办公室里 回想着志源愧疚的样子 不像作家 他立马翻动黑板 上面全是志源发生意外时 有可能是黑名单的人 而其中就有志源的员工小白 他又回想起 自己从允针车里拿到的手机 经常联系的人就是小白 他连忙拨打电话给查好中心 查阅短信发送记录 对方询问 他是许志勇本人吗 顺永顿时呆愣住 他不明白 允针为何有死去哥哥的手机 允针突然带着礼物拜访 想要询问雅玲是否同意 之后和他们一起生活 允针吵着要一个解释的机会 顺永叹了一口气 让他说下去 允针抱怨自己是因为不安心 才会拜托小白做了一些事情 可他却因为赌博 竟然擅自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还威胁他 允针伤心地流下眼泪 这个男人太惨了 结婚七年才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 为了报复背叛自己的志勇 顺永故意利用志勇的闺蜜 制造误会让他看到 他要志勇也常常不断怀疑 生活在地狱里的滋味 可顺永却不知道 闺蜜其实早就对他寄予已久 七年间 他多次雇佣志勇的员工 给志勇发送威胁短信 最后更是让他突袭 小白罢工想不做 他不想越陷越深了 可眼看小白竭力拒绝 他更是出言威胁 要将他是人渣的事情 告诉他女友 允针失手 直接把他推了下去 事后立马拜托爸爸 帮忙处理事情 父亲却不慌不忙地询问 人死了没有 可见允针做这种事情 也不是第一次 父亲劝他趁早放手 可允针却打死不同意 父亲气得重重地 给了一个大逼抖 允针也拿往事威胁 允针晚上回家 却看到父亲的秘书拦在门口 他告诉允针 当初帮他处理那件事情的男太珠 又去威胁他父亲要钱 劝他早点放手 可允针此时已经鬼迷心窍 后胜的心让他不想轻易放弃 他立马发短信给男太珠 而男太珠也是直接发消息 说志源的手下太武 已经知道所有事情 另一边 志源愧疚地坐在沙发上 祈求他们就这么安静地离婚 顺用坚持要女儿的抚养权 志源只能说出 雅琳不是她的孩子 志源半夜跑去找继父截获 询问当初妈妈让他煎熬的时候 为何没有一走了之 继父也感叹 当初自己可能是疯了吧 可当初看到他妈妈 因为沉迷赌博 却将他以五百万抵押给高利贷 心中就顿时不忍心 他不敢相信 志源跟着他妈妈生活 会是怎样的水深火热 所以才出钱赎回并抚养他 志源听后心里也有了答案 临走时 他依依不舍地抱住父亲 让他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 可在回家的半途中 他还是不争气地失声痛哭 抱怨自己 让这个家分崩离析 哭了许久后 他直接对着顺勇下跪 老婆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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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永也情不自禁地落泪 第二天早上,志员醒来 看到桌子上的精神病药 他连忙藏到保险柜里 等到第二天睡饱后 脸上竟变得神采奕奕 随后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 还要将下次开会的时间定在17号 员工疑惑地说今天就是 志员顿时迷糊了 自己明明记得今天是15号的 他竟然没有这两天的记忆 晚上下班回家 女儿开心地去迎接志员 孙永感觉一头雾水 他故意支开女儿 询问志员现在到底是想要干啥 可志员却完全答非所问 吃饭的时候 志员还亲切地握住顺永的手 志员抱着女儿沉沉睡去 可第二天 他在照镜子的时候 他没有微笑 可镜子里的人 嘴角净诡异地翘起 原来志员患有人格分裂 为了忘记自己背叛了丈夫 他主动删除了自己部分的记忆 还粗心地将精神病药 落在冰箱里 孙永被弄得一头雾水 跑去询问医生 妻子吃了这个药 最近突然发病 好似失去记忆 完全变了一个人 医生让他带志员过来 不然自己无法治疗 眼看孙永失落的样子 医生还是说出 志员的病情非常重 现在需要住院治疗 顺永失落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回想起志员这些年的不容易 想到自己为了报复志员 让他的病情加重 他就后悔得无法自拔 可志员因为逃避失去了记忆 他又变得和以前一样 连着允针 允针被吓了一跳 看着志员又给自己拿来画家的合同 他还以为这是在报复自己 直到确定志员的表情不像作假 隐真明白 志员又和从前一样逃避了 想到志员失忆对自己有好处 他也是顺势装糊涂 出门前还得意地和秘书炫耀 秘书连忙将消息告诉给泰伍 说自己感觉 志员最近有点奇怪 泰伍立马赶到公司 刚好碰到了允针 他警告允针别再恶心志员 允针却嘲弄 另一边 顺勇在餐馆里喝酒忏悔 想到志员独自瞒着病情 还要强装幸福的样子 他就懊恼自己不是个男人 听到旁边的人在逼逼叨叨 顺勇发泄的抱怨两人小声点 醉汉一拳抡了上来 可嘴角的剧痛 却还是无法抑制他心里的愧疚 晚上醉醺醺的回来 他喊着女儿的名字 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 他害怕地喊着志员 用力地推开大门 顺勇蹲到屋外哭泣 顺勇蹲到屋外哭泣 顺勇拿出兜里的药瓶 询问他要瞒着自己到什么时候 志员害怕地捏住药瓶 第一次说出了心里的顾虑 顺勇听后越发自责 知道志员不是真的背叛自己 他发誓一定要找出那个凶手 他查阅当初志员发布会上所有出席的男人 将他们全都记录下来 随后就一个个跟踪 会趁着他们不注意捡起烟头 还会顺走他们不要的牙刷 排除一圈后 看到南太珠也赫然在名单上 他又顾忌重施 跟踪在南太珠身后 拿走他刚喝完的杯子 却没发现南太珠意味深长地看着这一切 抢走志员的男人终于出现了 他竟然是允真的前男友 允真刚好看到了他走出房间 一气之下失去了孩子 为了破坏闺蜜的幸福 他暗示顺勇 可能有秘密瞒着他 目的就是想刺激志员 回想起他们闹掰的事情 但志员因为精神分裂 自动删除了不好的记忆 保护这段感情 晚上回到家后 看到女儿哭泣 她连忙上前安慰 没想到女儿哭着让他们不要离婚 志员一头雾水 他不明白女儿为何会说这话 于是立马开始上网 搜查最近关于自己的新闻 顺勇在屋外看着这一切 也想起了前几天 岳父被自己逼着说出 志员15岁 就因为母亲的事情 受到伤害后 失意保护自己 他嘱咐顺勇 不要给志员压力 顺勇想到 这肯定是允真搞的鬼 就跑去警告 让她别再纠缠之缘了 顺勇无奈只能拿出录音 那是允真推小白下楼后 拜托父亲处理的录音 允真拼命地想挽留顺勇 可允真丝毫不慌 反而故意约志员出来 他想询问志员和顺勇的情况 听到志员没有因为自己说的话动摇 只是当作谣言 他连忙心机地说 媒体捕风捉影 不要情形 因为之前他就请教过专家 志员这种类型的失意患者 比起接受痛苦 往往会自动过滤掉 不好的信息保护自己 这样可以让他心里舒服点 但如果再次看到被遗忘的事物 就有可能成为触发器 恢复记忆 于是他故意提议 要去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学校见面 志员想到女儿快要放学 刚要打电话给顺勇 允真却立马拦住 说他们快去快回就好了 志员也只好同意 很快来到当初的教室 看到志员还没彻底恢复 又故意带他去美术室 希望能够勾起回忆 但志员还是无动于衷 反而对当初允真的帮忙表示感谢 与此同时 顺勇拿着照片询问 照片里的男人是谁 顺勇连忙打电话给志员 询问他在哪里 志员只是说出来散心 没有说和允真在一起 而来到河边 允真也直接露出了狼子野心 他直接承认 自己要成为志员 说着说着 允真更是情不自禁地落泪 志员刚想安慰其具 允真便借口说肚子饿了 俩人来到餐厅吃饭 不久后 顺勇着急地赶来 太武也接踵而至 志员疑惑地看着俩人 太武不想暴露自己 是担心允真对他不测 撒谎说是和顺勇探讨设计的事情 允真看俩人要离开 连忙让他们留下来 因为这都是允真的阴谋 他故意挑明说 太武喜欢志员 想要刺激对面的俩人 志员抱怨他 不要乱开玩笑 看到顺勇不揭察 他又故意说 雅琳不像爸爸 顺勇气得都要捏爆杯子 但是为了不刺激志员 他只能竭力地否认 苏冉大剑一组 他没有留下来 瓶的与别七 часто 太来 男察尼 我没有幾次 但我就不懂 字幕庆痛 皇后